哈喽,大家好,我是纯小鱼的手工老师圆圆 今天呢,就由我来带大家一起缝制这款包包 那在缝制之前呢,我们需要学会四个基础步骤 就是凉线、穿针、缝制,然后到最后收尾 那学习好这四个基础步骤,接下来的缝制就会简单很多啦 缝制之前呢,我们先区分一下皮料的这方面 像这块皮,它的纹路比较深,然后孔位比较大呢,就是正面 背面的话呢,就是比较光泽,孔位比较小 这是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首先学习第一个基础步骤,量线 拿出8号皮和11号皮,缝制这一排孔位 那缝制这排孔位,需要用到这段直线5倍长度的拉线 例如这是1倍,以此类推,我们就量5次就好啦 然后拿出剪刀,把线剪断 这段线就是缝制需要用到的拉线啦 量好线后,接下来我们学习穿针啦 缝制用到的是双针缝法 所以线的两头都要穿上针,先把一边的线穿过针孔 然后拉出来一点点,像这样 然后呢,再把针从线的中间穿过去 穿过来,然后把短线拉出来 然后再把盘线拉紧 好啦,一边的穿针就往上拉 然后另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好啦,两个针这样就穿好啦,就像这样子 接下来学习缝制啦 需要注意的是11号皮和12 需要注意的是11号皮和12号皮比较相似 尖尖在左边的是11号皮 那尖尖在右边的就是12号皮 区分好就可以开始缝制啦 把11号皮缝制到8号皮的上面 对写孔位 可以用燕尾夹固定一下 用针穿过第一个孔位 两边的线要对齐 下面的针从第二个孔位穿上来 完成一次交叉缝制的时候呢 要把线扯进 把上面的针穿上来 把下面的针从第三个孔位穿上来 把下面的针从第三个孔位穿上来 要注意的是 要注意的是下面的针穿上来的时候 要与第一根针的方向是一致的 像这样子 这样缝出来的线会激工整又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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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的孔位就按正常交叉红字 就可以了 红到这个孔位的时候 我再教大家收尾的方法 好啦 红字王所有的孔位 我们就可以开始收尾啦 往刚刚红好的这排孔位 爆红两针 就是这里 把两边的线穿到同一边 把两边的线穿到同一边 这里也要穿下去 穿好之后就可以剪掉啦 然后拿出502 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直接把502滴到皮上 要是不小心沾上的话呢 是清洁不掉的 如果真的不小心滴到的话 是在背面不明显的地方 我们可以接着缝 要是你觉得不太喜欢 就可以找我们的客服当足购买这一块皮 所以使用502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接着拿出一个小容器 把502刀在里面 再拿一根备用针 或者是牙签 少量多次的点图在线上面 就可以啦 我们的4个基础步骤就完成啦 接下来我们按这4个基础步骤 红字就可以啦 再来把12号皮缝到8号皮上 红字的方法和11号皮是一样的 红字这段直线需要用到5倍长度的纳线 揉好针 然后穿好线 揉好线 揉好线 就可以开始红字啦 Yep 接下来的孔位 就按基础的步骤红字 然后周围就可以拉 接下来我们拿出7号皮9号皮和10号皮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9号皮和10号皮是比较像的 我们怎么区分它呢 这里有一群孔位在上面的就是9号皮 然后里面有一群孔位是在下面的就是10号皮 我们要注意区分一下 然后还有7号皮7号皮就是上面比较短 下面比较长 然后这就是它的正面 然后把9号皮和10号皮这样红制在一起 9号皮是在左边 10号皮是在右边 区分好之后拿出7号皮和9号皮 红制这一段直线需要用到5倍长度的拉线 那两好线穿好针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啦 先把7号皮重合到9号皮的上面 像这样子对平孔位 我们第一针要从第二个孔开始缝制 红阳一针 第二个孔位开始缝制 两个线对齐 混合在一起 在同ого顶部分发现 像这样子发现 呢 一 interaction 那么我就示范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孔位也是按正常的交叉红制方法 红制就好了 从到倒数第二个孔位的时候 我们在这种收尾就可以了 接着拿出10号皮 红制10号皮和红制9号皮的方法是一样的 直接重合红制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不多展示了 好了 这就是红制好的7号皮主件 接下来我们拿出13号皮和14号皮 14号皮是有两个是一样的 还有低扣 我们拿出来 首先拿出14号皮其中的一块 注意是正面穿过这个低扣 然后再拿13号皮 注意这里是它的背面 这样子穿过去 这边可能会有一点难穿 所以需要耐心一点 然后穿过去之后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就是这样 然后对准孔位 缝制这一排孔位呢 所需要的那线是这段直线距离的一倍长度就可以了 那么穿好针 连好线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我们先单独穿过这第一个孔位 把14号皮打开 把14号皮打开 对齐上下的孔位 开始缝制第一个孔 第二孔位是当独穿过的 第二个孔完全 Barked 在第二个孔位 喝外面 就可以丢なる 长度 joint 长度 异 废 那么接下来的收尾呢 就直接倒缝回 那么接下来的收尾呢 直接倒缝 那么接下来的收尾呢 直接倒缝回第一个孔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收尾呢 这一边缝制完成之后 另外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把它缝制起来 缝制到这一边 这样子 对齐空位 红色跟刚刚是一样的 所以用大的拉线长度 也是跟刚刚是一样的 这里一定要扯紧 因为这个包包本身是黑色的 所以看起来缝制镜头 这里看起来这个拉线可能不是很明显 我们看这一边 这里 然后再往回缝一排孔位 像这边一样 看这边是缝了两排孔位的 我们跟刚刚一样 直接往回缝两排孔位就可以了 收尾就要收到这一边 也就是正面这里 剪断涂上502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把它缝制起来 我就不给大家示范哦 好了 那么当我这里缝制完成之后呢 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 拿出90号皮主件 把13号皮缝制在左右两边这个 孔位上 这里 左右两边这圈孔位 那么缝制一圈呢 需要用到这段直线 这一段直线 三倍长度的辣线 这里有两边需要缝制 所以我们直接缝两段线 缝好线装好针之后 我先给大家示范几针 因为黑色缝制不太明显 所以我这里调亮了 一点光线 所以这个画面呢 就会比前面的画面 更加的亮一些 我们缝制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一下 不要让这个线卡住了 当我们收尾的时候 就需要检查一下 或者缝制的过程中 我们也需要检查一下 看这个线有没有卡住 接下来我们就用正常的 交叉缝制方法 把它缝制 一直缝制下去就可以了 缝完所有孔位后再倒缝两阵缝位 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另外这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把它缝制起来 这里 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好了那么这里缝制完成之后 我们来下一个步骤 拿出一号皮跟四号皮 把四号皮重合到一号皮的上方缝制起来 那么缝制的时候就需要注意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平之后呢 这里对平之后 四号皮左右两边都是多出来一个孔位的 那我们直接这样子先对平 这里第一个孔位对平四号皮的第二个孔位 对平之后 对平之后 我们用烟尾夹夹夹住 固定一下位置 然后从这里开始缝制 先单独穿过第一个孔位 那么就从这里开始缝制 缝制这一排孔位需要用到这段直线 四倍长度的那线 两号线穿好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那我们四号皮这里有两排孔位需要缝制 那我们缝制的时候呢 需要量两段线 就是量两段线这里 一段线的长度就是这段直线四倍长度的那线 首先单独穿过四号皮 这样子对平 然后从第二个孔位开始重合到一起 这样子 正常的交叉缝制 然后就接着往下缝 四号皮一定要是重合到一一号皮的上方 这样子重合到一起的 好了那我就先给大家示范到这 缝完所有孔位后呢 再来倒缝两针收尾就可以了 然后涂上五零二就可以了 接下来 三号皮缝制到二 缝制到四号皮上 这样子对这边短的这一边 可以看到这里是斜上去的 那么短的这一边呢 这里 短的这一边 就是缝制在四号皮这一边 对平 这里第一个孔位对平的也是这里第二个孔位 对上呢是刚刚好的 像这边对上 对第二个孔位对上刚刚好 那如果是对错了的话 它就是有点长了 它就是不合适 这样才是对的 重合到四号皮的下方把它缝制起来 用到的拉线长度呢 跟刚刚是一样的 量这里的时候呢 我已经跟大家说过要量两段线 那么另外一段就是缝这边的 也是跟这边一样 先单独缝第一个孔位这里 然后从第二个孔位开始重合起来缝制 然后把它缝制起来 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示范咯 跟这边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缝制完成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拿出七号皮主件 把这张皮和七号皮一起缝制起来 但是不是全部缝制哦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侧边 看背面这里会比较清楚 这里侧面有一个大孔 我们这个大孔呢刚好是对平这里 这一个孔位 这一个孔位 那我们缝制的时候呢是需要从这个孔位 也就是大孔的上面一个孔位开始缝制的 就这里是一个大孔 可以看到吗 这个是大孔 我们从大孔的上一个孔位开始缝制 也就是对平这里的 四号皮的第一个孔位 这里 从这里开始往上一直缝制 缝制到这一边也是大孔的上一个孔位 这里 就缝制完了四号皮这一块 这里 就缝制到这里 下面这一排跟这一排暂时是不需要缝制的 那么缝制上面这一排圈孔位呢 需要用到这段直线 10倍长度的拉线 量好线撑好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同时我们缝制的时候 是需要加进15号皮一起来缝的 把15号皮这样子 穿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上面 是有两个大孔 那我们这里这三个孔位 刚好就是分别对平这个大孔的位置 就是把它夹在中间缝制的时候 就这样夹在中间 我先给大家示范几针 刚对的时候呢 是可以看到它这里其实是有一点突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是需要这样子弯下来的 所以一边缝它会慢慢的弯过去 我们不需要在意 正常缝制就可以对上的 只要这里开头不要对错就行了 这里开头不要对错 对准的是大孔上一个孔位 这里是小鸟 这里是小鸟 就是小鸟 这里 可以看到它 如果有一个新鸟 在哪里有些新鸟 在哪里有些新鸟 那些宽衣服 是小鸟 我们可以看到它 孔位一定要一對一這樣子對齊 那我就先給大家示範到這裡囉 然後我們就孔位一對一這樣子往下一直縫製就可以了 一直縫製到中間的大孔這裡 再加進我們的15號鼻還有這個B扣 B的這個金屬扣 那我們已經縫製到這個大孔了 然後把這兩塊皮對折 這樣子對加 穿到中間 剛好是對平這個大孔 這裡四層皮一起縫我們就要小心一點 好 加進來之後呢 那接下來就正常往下縫就可以了 注意一定要縫到這裡的時候就可以收尾了 就大孔上一個孔位就可以收尾了 好啦那縫到這裡呢就可以大孔兩針收尾了 就大孔上面這一個孔位 接下來拿出二號皮 把二號皮跟這塊七號皮主件縫製在一起 縫製這一排孔位 那麼縫製這一排孔位 這裡的第一個孔 這樣子對平對齊 二號皮這裡第一個孔位是單獨縫製的 那我們現在先對齊孔位 然後用腋尾夾給它夾住 然後從這邊開始示範直針 單獨穿過這塊皮的第一個孔位 從第二個孔位開始沖了 從來而遮捛又找人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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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 但是这里开头跟结尾是一样的 都需要这里单独缝制一个 然后倒缝两针 这个地方呢刚刚已经说过了 就是缝上面这里的时候 已经和大家说过了 那这里我就不给大家过多详细的 说明了哦 直接往这边正常的 往这边缝制过去 缝好这排孔位 然后再倒缝两针收尾就可以了 这里是中间 这里空出穿上去的 这里是有两块瓶细分开 我们从中间这个缝穿上去 然后再接着正常缝 ok 那么这里呢也缝制完成了 下一个步骤就是把我们的 六号皮缝制到二号皮上 这样子 孔位一对一对平 这样子缝制在外面这里 这里是在外面的 然后我们一对一孔位对平 它就会慢慢的弯曲 弯成这个弧度这样子 首先这个六号皮一定是放置在二号皮的上方 这样子对平的 孔位要一对一这样子对齐 缝制这一排孔位呢 需要用到这段直线 四倍长度的拉线 这里呢有两边是要缝制的 所以我们量两段线一段备用 然后现在穿好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这里我先给大家示范几针 dif的一部分 我们就来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用个肠采的 这就是一个肠采的 比如说 这icken马马克林 有一些手 ao ked好 还是按地的 就是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再给我们一根签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少量的肠采 以及这样子 就像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 好啦 那么我就先给大家示范到这里 缝制完所有孔位之后呢 我们再倒缝两针收尾就可以了 好啦 那么这边缝制完成之后 我们把另外一张皮这个组件也缝制上去 缝制在这一边 也就是前面 跟这边缝制是一样的 孔位一对一的对齐缝制上去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呢 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因为跟前面这里缝制是一样的 也没什么特别贴的 只要一对一孔位对平缝制上就可以了 用到的蜡线也是跟刚刚的蜡线长度是一样的 这边刚刚说两两段线一段备用 就是这里现在用这一段线缝制就可以了 注意的是这张皮 六号皮是缝制在上面的 OK 那么这个部分缝制完成之后 我们来缝制上面这一排孔位 这里呢 是单独缝制 缝制这一圈 那么缝制这一排孔位呢 需要用到这段直线 四倍长度的蜡线 两耳线长耳针之后 我先给大家示范几针 这里呢 是单独缝制的 我先给大家示范几针 我先给大家示范几针 那么我就先给大家示范到这里 缝完所有口味后 倒缝两针收尾就可以了 好啦 那么这里呢 就缝制完成了 可以看到 接下来下一个步骤 就是把我们的五号皮 缝制在侧面 就是这里 侧面缝制起来 那么缝制侧面这一圈孔位呢 需要用到 需要用到这段直线 八倍长度的蜡线 两耳线穿好针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缝制了 首先 我们这里开头呢 是皮料是背面对着背面重合起来 这样子 然后开头是需要锁边的 用针穿过第一个孔位 分配的一样长 接着上面这根针 要过两块皮的上方 从下面穿到上面 这里就是完成了一次锁边 接着我们需要再重复一遍 为了更加的牢固 再重复一遍 从上面要穿到上面 这里 好啦 那么接下来 就正常的交叉缝制 这样子 这样子 好了 那我就先给大家示范到这 一直往下缝一对一孔位对齐缝制 然后缝完所有孔位后 这里也是需要锁边 然后再收尾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中间有一个大孔 这边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两个大孔就是对齐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那么收尾的时候呢 我们要往上再穿 就是锁边 往上穿一个孔 这里 穿上去 然后倒缝 往回倒缝 好啦 那么这边就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把另外一边缝制在这里 缝制的方法呢跟这边是一样的 开头跟结尾都需要锁边 如果忘记了的话我们可以返回去 刚刚缝制这个步骤的地方看一下 那么这里呢我就不给大家示范了 因为跟这边是一样的 好啦 那么我们这里呢就缝制完成啦 接下来把我们的肩带安装上就可以了 分别把肩带扣在这个低扣上 那么这个包包就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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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